一颗人参泡在酒里二十六年,竟然奇迹般发芽,并长出新叶。 是人参复活还是另有玄机? 人参真的能在酒里复活吗? 敬请关注走进科学,复活的人参娃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小的时候我们都看过一个动画片,叫做人参娃娃的故事。 生活当中我们谁都知道没有人参娃娃这个东西。 但据说老人们讲,人参要是成了精之后,没准就变成人参娃娃了。 咱们今天不说人参娃娃,说一颗泡在白酒里的人参。 泡在酒精里的人参很有意思。 有意思在哪儿呢? 他泡进去之后啊,不但没死,还发了眼儿,长了印儿,而且呢,这一长呢,就是二十多年。 据他的主人说,到现在,这个人参还活着呢。 人参被誉为白草之王,因为它的神奇功效,常常有人将它泡在酒里做成药酒。 人参酒也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补酒。 但是,泡在白酒里的人参不仅能够发芽,还能开花结果,这确实离奇。 最近我们听说,山东莱阳一位张姓的老人家里,就有一颗这样的人参。 2008年11月,走进科学的记者来到了山东省莱阳市。 顺着邻居的指引,我们找到了张阿姨的家。 因为怕宝贝被弄坏,张阿姨已经很少让人碰这颗人参了,还把她放到了柜子的最里面,藏了起来。 一开始他隐身活了,活了以后,夹死宝贝也不经常,懂什么的。 什么样的宝贝让张阿姨如此紧张,不轻易让别人动呢? 通过摄像机镜头,我们将人参的全貌完全展现了出来。 这颗人参并不大,却果真长出长长的茎和很多片叶子。 由于瓶子太小,茎和叶在里面盘根错节地长满瓶,瓶子底端还放了几颗黑褐色的天麻。 人生在老人眼里可是个大宝贝。 记者小心翼翼地接过酒瓶,老人生怕人参被我们弄坏了。 张阿姨说,现在看到的这颗人参已经在瓶子里长了很多年,不仅越长越长,而且还粗了很多。 叶子在里面密密麻麻长成了一团。 记者数了一下,足有25片之多。 张阿姨还说,人生完全都是在这个瓶子里,而且是在白酒的浸泡下,一点一点慢慢生长起来的。 开始拿来的时候,它没有一点牙,只是一颗小小的生根。 张阿姨将人生简单冲洗后,放进了一个很小的葡萄糖瓶中,并倒满了白酒。 因为家里很少有人喝酒,人参也就一直泡着,很少被家人注意。 谁想一年后,人参竟然出牙了。 令张家人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这颗不起眼的小人参竟然陆续冒出许多嫩芽和惊叶, 并且越长越多。 这让家人感到万分惊讶。 这泡在酒里的人生,怎么还会自己长起来了呢? 按理说,酒精应该把这个植物都杀死了。 阿姨说它是不长,不知道它是长的,你说,谁没想到它能出来,给牙人慢慢长,女儿一长,一二年长出来了。 这二十多年它是一直在长,还是说,也开不得出来吗?给长的,慢慢长,长这么多了,天地开不出来。 张阿姨说,人参在刚开始发芽的五六年里长得非常明显,很快就长出了长长的精,还长出了十几片小叶子。 现在,瓶子太小,越长越大的人参根和这些精、叶已经挤得满满的。 因为怕把小人参弄坏,张阿姨也一直不敢换大瓶子。 因为时间太长,很多生长的细节,张阿姨已经记不太清了。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82年到现在的整整二十六年间,人参一直是泡在酒里,在酒里泡着怎么还会长呢? 这个怪现象,在张阿姨的心中萌生了几分神秘色彩。 我家的那之前,一般的就是客人没大油,没大油这个东西。 他们都没大开头,所以家人的房子就得长到这个样。 您看,张阿姨拿着这瓶酒的时候,看起来那个高兴的样子,就好像真的是捧着一个大宝贝一样。 说实话,在人家看来,这就是宝贝。 您说,谁家里没有两瓶补酒,就是没有的话,去商场,去一些酒馆,也经常能够看到。 别说泡这个人参的了,就是泡什么海马、鹿绒、在家挑蛇的都多了去了。 但是,拿天底所有的补酒,你要跟张阿姨换人都不换。 为什么呢?这酒不但是人参在里面活了,而且张阿姨说了,有了这瓶酒之后,他们家好事不断,先是换了大房子,紧接着是抱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大孙子。 您说,人家能不把这东西当宝贝吗?可这人参,她的酒里头,按常理说,她是不可能活着的呀。 小人参对张家有着特殊的意义,此后张阿姨越发小心地保管人参了。 在老人家的眼里,酒里的这颗小人参,就是她的福星,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老人说,和他家这颗小人参泡出来的酒还能治病。 神奇的人参宝贝成了街坊四邻的共同话题。 为了沾点喜气,常常有人回到他家,尝一口人参酒。 记者也随即尝了一口,确实有一股很浓的酒香味。 小人参成了家里的镇宅之宝,人参娃娃的童话故事,似乎在他家成为了现实。 张阿姨认为,这个小人参就是奇迹般的复活了。 张家的人参宝贝成了当时的奇闻。 当地很多媒体都争相报道。 瓶子里已经折断的一根人参经,就是当时报道时候弄断的。 在人生掌业的过程中,电视台也曾经拍摄过,可是由于时间太长,已经找不到以前的资料了。 我们只找到了两年前一位姓尼的记者。 我感觉这种现象特别奇特,以前也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 当时拿出来的时候,我看见那个人参是全部泡到酒中的。 里面有几片叶子,是那种有点像玉一样,有点那种晶莹剔透的,半透明的。 就是都是在那个瓶子底部,很漂亮。 这张张阿姨首托人参酒的照片,就是泥群当时拍摄的。 人参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这期间,我们曾试图寻找以前拍到过的人参生长过程的照片,可是却一无所获。 报道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人参怎么会在酒里复活呢? 当时有很多人都看到过这个奇怪的人参宝贝。 提起复活的小人参,邻居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而且张阿姨的老爸和儿子也都亲眼看见了人参发芽的神奇过程。 不用给师傅拿出来照一眼了,现在这个年数多了,太早了开了,比起来大了。 大约有那么五六年的时间,就从我们发现它三十片叶子,五六片叶子,到现在的二十多片叶子。 看来,人参在酒里长叶,似乎确有其事。 但是什么能让人参能在酒里复活呢? 人参自古以来就被赋予了神秘色彩。 为了得到一颗上好的野山参,人们常常要下很多功夫。 传说中,人参是有灵性的,扒的时候要在上面系上红线,否则人参还会跑掉。 难道张家的这颗人参真的复活了? 人参一般生长在山林绿荫之中,在脱离了土壤环境和营养成分后,不久就会因营养耗尽而死亡。 可是,张家的小人参在酒中浸泡了二十多年,非但没死,反而还奇迹般地长大,并且发出好多心芽。 这真是让人惊讶不已。 那么,人参在酒里究竟长多高呢? 记着量了一下,长出的人参精。 现在有十六厘米了。 测量中我们发现一个特殊的地方,张家的人参长出的叶子是白色透明的。 正常的植物叶子含有叶绿素,长出来应该是绿色的。 为什么张家的人参叶子却是白色的呢? 张出的就有点发白,那个眼就发白。 张出的那个锅儿更白,从豆芽似的来。 红的黄豆芽这个绿豆芽、绿豆芽 Kel Search for No 这个狂� Know 张阿姨原是职业高中的一名化学教师。 她说她家的小人参就像豆芽生长一样, 常年放在柜子里 所以才在酒里长成了白色 但是一直这么生长着 连他自己都觉得 这简直是奇迹 这么个孩子一定很享受 这孩子好贴 太强 你给孩子在这段铁肌 我就觉得这孩子很贵 这孩子拿不着 他没有道理 看起来 那么张阿姨家的这颗人参 是82年拿来泡到酒里的 养了六七年之后 或者说放了六七年之后 这东西开始发芽 长叶子 越长越多 一共是25片 至于说叶子为什么是白色的 张阿姨家人理解 就是因为给它放在不见光的地方 所以叶子自然也就变成白的了 那么我们讲 谁都知道酒精本身是具有一些消毒作用的 把人参放进去 它肯定是活不了的 但是张阿姨家人却信誓旦旦告诉我们说 你看不仅活了 而且还长了叶子 我们就想能不能把这东西给我们 我们借出去 做一些实验 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 但是张阿姨家人家这是正宅之宝 人绝不能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只好请咱们来阳农学院的初教授 到张阿姨家亲自来帮我们看一看 因为张阿姨已经把小人参当成了宝贝 不允许我们带走 我们只好就近找到了青岛农业大学的初庆刚教授 请她到张阿姨的家里 看一看这颗离奇的小人参 那正常人参 假如说泡在水里头 可能长出这种叶的吗 比如说是酒精里吗 这种现象是很技术件技术件 一般的参是泡在这个酒精里边 是不可能长叶的 不知道你是一发现这么大的叶 还是这个叶你看到它从小到大的过程 你看到吗 从小到大长的 从小到大长的 一年一年的长的 一发现就出了一点叶 出了刚刚有点骨骨慢慢长 长出来就一分叶了 多何年长出来呢 可以一下子那样长出来 有了六片 六片长状腹叶 那么确实看这个叶子呢 它每一片小叶 它有主麦有侧麦 那么叶子边缘的巨尺也看得很清楚 是叶子是确实无疑 经过仔细辨认和观察 初教授确定瓶子里面的叶子 确实是人参的叶子 而且能够清晰地看出人参叶子的叶脉 人参由于根部肥大 长有分叉 看上去如同一个人的身体 因此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人参 在我国野生人参主要生长在东北 被称为东北三宝之一 因为野山参非常稀少 一颗难寻 市场上的价值也越来越高 很少有人能买到真正上好的野山参 所以人们就开始了人工繁殖 我们称其为原参 现在市场上大多数人参都是这种 初教授认为 张家的这颗人参 就属于东北一带人工培养的原参 也确实从生炉这个地方 看到叶子长出来 着生的味点 是从生炉的地方长出来的 出了一片 脱落的 那么其他五片都是从生炉 专门由叶子着生的味点长出来的 长到服叶 人参是五家科的草本植物 分为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 地上部分有金、叶和果实 地下部分有炉头和人参根等等 人参种子经过培育一段时间后 顶端会冒出一个凸起 就是炉头 炉头中的嫩芽继续生长 就成为精 之后人参就会冲出土壤 长出叶子 并开花结果 形似手掌的长状副叶 是人参最大的特征 看来这确实是一颗地道的人参 小人参上面有六个炉头 每个炉头上面都长出了精 其中一个已经断掉 每个精端还分出了五片小叶 组成长状副叶 那么这颗泡在九里二十六年的人参 还能存活吗 是叶 代表这叶子都不是活的 不是活的 这叶子都不是活的 你这个叶子拿出来 再塞再塞它也不可能变成 人参生长在阴凉的环境下 和其他植物一样 生长中需要阳光 水分和空气等营养成分 叶子中含有叶绿素 通过光合作用进行生长 初教授认为 张家的这颗小人参叶子里 没有叶绿素 根本不具备生长的条件 因此不可能存活 何况经过白酒中酒精的作用 人参不可能泡在里面二十六年 还仍然活着 但是在酒里面发芽长叶 又该怎么解释呢 无论是生长还是繁殖 对于生物来讲 都是新陈代谢的一种表现 在这个过程中 它需要不断的吸收能量 那么人参一直泡在酒里 它是如何在酒中吸取营养 并且生根发芽的呢 是一棵刚从地上泡水的先生 你如果把它放在 就是你不放在土里边 那么它也有可能发芽 也有可能发芽 因为它本性就跟制住很多营养 它可以依靠这个营养来发芽 就像一棵打树 你把它跑到 头要下来 根要下来 一个木头放在 它发芽 对吧 这个木头洗的 里面有水 有营养 它能发芽 这是正常的 植物脱离土壤 可以靠自身的水分和营养 进行短暂的生长 张二姨说 小人参在拿来的时候 是新鲜的 这就是说 人参具备了自身 供给养分的条件 可是当自身养分耗尽 人参被长时间的 泡在酒里 还能生长吗 白酒的主要成分是酒精 也就是乙醇 它具有很强的渗透能力 通过破坏植物蛋白质的结构 从而使蛋白质迅速凝固 杀死细胞 可是张阿姨家的人参在酒里 却能够发芽 这是什么酒 难道张阿姨用的是一种特殊的酒 它具备神奇的功效 竟然能让人参起死回生吗 不是白酒的作用 难道是里面泡的天马起了作用 这确实让人琢磨不透 就在我们江信江疑之际 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 今日来阳日报社的一名记者 曾经看到过人参的生长过程 我们找到了记者江磊 如今他已经成为了报社的主编 因为他也没有留下照片 因此他给我们画出了 报道当时他所看到的 人参生长的过程 当时就是说在这个根部啊 它逐渐的有一些小小的小牙 小一眼长出来 就像那个那个蚕要脱壳的时候 它逐渐长出来那个小翅膀一样 后来它就在这地方 这个叶子就越长越大 这个是这样一个情况 尽管江磊证明 他曾经看到过人参生长的过程 但是毕竟 他也没有留下实际的照片为证 我们不禁怀疑 难道人参在白酒浸泡下 真的会长出惊艳来吗 就在我们寻找答案的同时 我们又发现了一些 更让我们惊讶的离奇现象 其实初教授的判断 根本不出乎我们一般人的意料 谁都知道 您别说是拿颗人参泡在酒里了 您就是拿一颗千年灵芝 给它放在酒里 一样活不下去 酒精这么强的杀菌和破坏蛋白质的 这个作用 怎么可能让一个生物体在里面继续生长呢 尤其又是一个我们大家伙都能够见到的人参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张阿姨却心事淡淡的说 不对 我们家的人参就是一直在长 绝对是活的 而且不仅他这么说 经过我们一调查 结果发现啊 这天底下像这样酒里还能长的人参 绝不止张阿姨家他们这么一颗 事情总得有个说法吧 欢迎大家明天接着收看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